南投夜市大亨江清凉 也是一人小攀攀的丈夫 经传遭员工坚守自盗 侵占公款 一名担任夜市摊商的张姓管理员 涉嫌利用收取清洁费及租金等职务之便 以收多缴少方式 私吞部分金额中保私囊 从2017年10月开始 到东窗事发的三年内 A走高达850万元 遭法院以涉犯业务侵占罪 判处一年四个月徒刑 人生鼎沸 逛街人潮络绎不绝 2004年开幕的南投草鞋敦夜市 占地面积跟摊位数 在当时被封为全台最大夜市 创办人是一人小攀攀的丈夫江清凉 没想到这名夜市大亨 竟被员工侵占公款 员工说 好像是个老员工做了十几年 顺手牵羊 涉嫌坚守自盗的 是一名张姓员工 负责管理夜市摊商 并收取租金 清洁费跟店费后上缴工库 没想到2017年10月 江清凉因为卷入农会炸弹案遭搜索调查期间 张姓员工竟然趁乱 将每次保管的摊商款项 收多缴少 中保私团 江清凉的特助李小姐说 公司的一些电脑文件文书相关的资料都被司法单位扣押 所以当初连同会计的部分 很多部分没有办法去做查核 张姓前离职员工就是有机可乘 江清凉的案件 2021年二审时 逆转货判无罪 公司运作慢慢恢复正轨 查账赫然发现 张姓员工从2017年开始到2020年 三年来 侵吞公款至少高达850万 江清凉的特助李小姐说 当初就是因为江先生 看这位张先生本身比较弱势 当然也需要收入 针对侵占公款部分 其实江先生蛮难过的 这名张姓资深员工 从夜市开张至今 任职长达16年 却趁老板在深陷官司麻烦时 借机侵占公款 公司在股东会议后 决定依法纠办 张姓员工 一审后被南投地院 依涉犯业务侵占罪 判处一年四个月有期徒刑 一人小潘潘丈夫 夜市大亨江七两 三年前因涉草屯农会炸弹案遭起诉 而从三年前案发遭警方搜索后 太太小潘潘从此销声匿迹 江七两昨因伪造文书案出庭时大吐苦水 坦言与小潘潘已分居于两年 原因直指被官司所害 江七两与小潘潘是在2012年6月30日举行婚礼 当天一并举行宝岛时代村开幕 政商关系良好的江七两 由王金平担任正婚人 白冰冰是主持人 江七两在2017年10月涉入炸弹案 当时大批警方到小潘潘居住的草屯别墅豪宅宫间搜索 据江七两表示 小潘潘惊吓回娘家休养 一度因为恐慌症严重掉发 精神状况令人担忧 甚至连宝岛时代村重新开幕时 也不见小潘潘现身 夫妻仍处于分居状态 他也抱怨 这官司害他们夫妻分居两地 因他得在南投管理公司 只能偶尔北上相聚 只盼官司尽早落幕 而江七两先前违反农会金融法 后伪造文书 使公务员登载不实 背信等罪嫌遭诉 但多已结案 目前仅剩伪造文书上还有争议 目前仍在南投地方法院审理中 持续追踪江七两过去背景 跟十大枪鸡要犯之一的黑牛黄红玉扯上关系 横行中台湾的黄红玉才30岁 就挑战天道盟 枪杀天道盟角头 烧掉天道盟李荣苑 还烧了前立伟罗附著的哥哥 甚至勒索民代 立伟 黄红玉可能看中江七两十几岁踏入江湖 和军火贩子许金德 卢赵勤等大批军火 也曾杀害张化角头张坤宝及云林县议员林启栋 因此吸收成为左右手 江七两也犯下30多项前科 人称江董的江七两 年轻过往曾与十大药贩之一的黄红玉扯上关系 30岁的黄红玉无帮派背景 因天道盟角头老大林仲博 向金主勒索要钱开赌场 但金主亮出靠山黄红玉 但林仲博不买账 引起他的不满 开枪林仲博 放火烧了天道盟李荣苑 结果却烧钱立伟罗附著的哥哥 天盟道还下追令 反正总有一天一定会这样 哪有可能说跑一辈子 黄红玉逃亡期间 缺钱就勒索明代 还枪杀立伟陈永元 被列为十大药贩 黑白两道追击 最后藏身明宅被逮 身上背负六条人命 被判下五个死刑 黄红玉 后不后悔 后悔是一定会后悔 哪有不后悔的 这本来就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 不走这个路的话 我就要天天跟我妈妈在一起 而十几岁入江湖的江青梁和军火贩子许金德 卢赵琴等批军火 十七岁害张化脚头张坤宝 十九岁枪云林县议员林启栋 被捕入狱 因病借户就医逃走 黄红玉可能看中她的胆识 吸收为左右手 江青梁也犯下三十多项前科 入狱并假释后 不止投资夜市 参与公益还与一人小攀攀结婚 地方人士透露 他们跟金融组织还有政治都有关系 江青梁私下插手的事物多又复杂 江青梁营造关怀弱势形象 积极漂白 让当年遭枪杀的张化脚头张坤宝家属无法认同 张坤宝女儿 心里的阴影要背一辈子 她关出来之后 她可以说她重新做人 那我们呢 江青梁行事风格低调 地方对她褒贬不一 如今在涉入农会炸带案 过往又被摊在阳光下 一人小攀攀丈夫 夜市大亨江青梁 三年前因涉草屯农会炸带案遭起诉 而从三年前案发遭警方搜索后 太太小攀攀从此销声匿迹 江青梁昨英伪造文书案出庭时大涂苦水 坦言与小攀攀已分居于两年 原因直指被官司所害 江青梁与小攀攀是在2012年6月30日举行婚礼 当天一并举行宝岛时代村开幕 政商关系良好的江青梁 由王金平担任正婚人 白冰冰是主持人 江青梁在2017年10月涉入炸带案 当时大批警方到小攀攀居住的草屯别墅豪宅工间搜索 据江青梁表示小攀攀惊下回娘家休养 一度因为恐慌症严重调发 精神状况令人担忧 甚至连宝岛时代村重新开幕时 也不见小攀攀现身 夫妻仍处于分居状态 他也抱怨这官司害他们夫妻分居两地 因他得在南投管理公司 只能偶尔北上相聚 只盼官司尽早落幕 而江青梁先前违反农会金融法 后伪造文书 使公务员登载不实 背信等罪嫌遭诉 但多已结案 目前仅剩伪造文书上还有争议 目前仍在南投地方法院审理中 曾有最大夜市支撑的南投草屯夜市 是有住夜市大亨支撑的江青梁 设立公司管理 不过就在五年前 江青梁正因草屯农会炸弹案 被检方查扣公司电脑及账本调查时 内部一名张姓员工 竟然趁职务之便 私吞部分向摊贩收取来的租金 清洁费或电费 直到三年后才被会计发现 经过清查 张姓员工虽然每次私吞的都是小金额 但长期下来 竟然已经侵占了850多万 曾经有最大夜市支撑的 南投草屯夜市是由江青梁设立公司管理 不过这名夜市大亨竟然被员工侵占了850多万的公款 公司代表说张姓员工是负责向摊贩收取租金清洁费和电费 但他竟然在五年前江青梁被检方以人头向农会炸弹起诉 公司上下都遭到调查时 开始私吞部分款项 公司代表说 我们公司的一些电脑啊 文件文书相关的全部都被司法单位扣押 是没有办法去做查核的 所以导致呢让我们这个 张姓的这个前离职员工呢 就是有机可乘 由于江青梁的案件一直打到去年才在二审时 逆转判无罪 公司没察觉异状 让张姓员工不断私吞部分向摊商收取的费用 长达三年 公司代表说 员工后来发现呢 这个账目呢 开始有一些不对劲的时候 然后后续有些新的管理者过来 那我们去做衔接的时候 才发现这样子的问题 张姓员工已经任职了16年 一开始是因为家中有经济困难 才会被江青梁任用 没想到竟然趁公司打官司借机侵占 江青梁虽然很难过 但经过公司内部股东会议 还是决议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后也判处他一年四个月有期徒刑 不理由 一年变成 二年变成 二年变成